臺灣看世界來說 黃金的計測創下到歷史新冠 現在一千金子大約是台幼8,590 元 黃金的市場市場勢勢勢勢就很多人來投資 尤其是中國的青年說現在都在銷賣黃金 結果黑身的生理人又去拍檔頭 在這個黃金裡面參與到來這種金額 上海的是 現在造型的手錄都越來越幽默 用我們的馬桿 甚至用專業的技器 已經沒辦法看出真假了 我個人其實對奢侈品本身不是很感興趣 中國的年輕人也是名牌消費的主力 不過青年的飾業率越來越高 房地傘也冰冰冰冰 經濟改變 消費也第二改變 與其說掏更多的錢 買這個東西 我更喜歡吃 比如說體驗生活中的美食 吃美食 吃做年輕人的小快樂 就連導購產品也為風險更高的高級 轉到更高的黃金 黃金有漲上來的呀 黃金它是保持的呀 美國人前回生理事進入最後改端 黃金的價格繼續下去 年輕人也開始導購黃金 不過造型的危機才開始影響到 中國的黃金產業 前幾天 她用460元每克的價格 收購了兩件黃金手飾 黃金的廠家告知劉婷 這兩件黃金飾品 可能摻了來 根據雍氏報道 萊金銷 割定 密道行 橫金銷銷 是真的也是假 無法用看 也是親當來分辨 經過他們同意之後呢 我們就是反覆的搓 反覆的側 就是越往裡面搓 這個萊風就越高 說明內部這個萊 就是含量是比較高的 甘霜造型的技術是越來越好 當地入手就提起消費者 你買黃金的時 盡量算名聲比較好的品牌 也是店家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